本周新闻家要 新住民子女新职人启航培育营 开放报名至三十日子 新北市国际多元服务柜台 提供新住民翻译转接服务 台北王朝推穆斯林友善餐厅 提早三天预定享用美食 素食龙头第一家 麦当劳4月12日起不再供应吸管 每家旅游注意 民间电子授权申请网站 捧收高额手续费 欢迎收看IA News 内政部移民署举办新住民子女新职人 启航培育营 课程规划主轴以行销计划 制造及服务相关产业为主 并安排职业发展 多元文化及国际经贸趋势 行销论创等课程 规划两家企业参访 一课程内容将规划成果发表会 并安排学员成果竞赛 最后将选出优胜者三组 提供奖励礼券6000元 本次活动欢迎高中值以上 在学的新住民子女及国人子女报名 总人数为60名 活动将于7月15日至19日 建坛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登场 报名开放日 自即日起至30日止 国际多元服务柜台自2008年起 协助新住民朋友解决各类疑难杂症 由5位新住民服务人员站纲 提供越南、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 与英语翻译转介的服务 去年总服务量高达16596件 许多刚来台的新住民 因为不了解台湾法律而误触法网 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 透过专业的翻译跨越语言障碍 使误触法网的新住民 在各项案件上都能得到充分说明 任职于柜台的印尼新住民朋友 卢彦娟建议 所有来台的新住民 依适度了解台湾法令 避免触法 保护自身权益 谢谢收看我们下周再见